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集曾经提过新股呢? 一间公司如果要找多些钱来发展 一般有两个途径 一是问人借 二是跟人夹 选择后者的话公司就不用给贷款利息 但是要将部分股权分给跟你夹的投资者 如果公司要找公众抽水 就要发行新股出来 我们就叫IPO 全名是Initial Public Offering 即是首次公开发行 大家平时见到公司计划上市 最关心的应该都是抽不抽得过 现在就等小薯和大家认识新股市场 说不定下次大家自己都可以找到答案呢? 抽新股意思是认救新股 为什么是抽呢? 因为公司发行的新股是以抽签形式 分配给新的投资者 相反站在公司的角度 就是招股了 小薯只能够在指定的招股期内 入非认救新股 一般来说 这个期限大约是三日半至四日半 半日是因为截止认救当日 只是至到中午十二点而已 在招股期间 小薯可以考虑用现金 俗称实胆 又或者以孖展形式认救新股 前者相信不用多说 意思是好像平日买股票那样 将部分股票户口的资金 撥下去认救那只新股 而孖展就是向银行 或者证券行借钱认救 两个方法怎么选 那就要考虑市场反应 和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新股的发行数量有限 香港公开发售部分 一般占全球发售股份的一成 如果有很多投资者 和小薯一起一飞 小薯被抽中的机会 和获派的股数自然会减少 可以预计 这只新股最终会获得超额认救 即是申请认救新股的数量 多过公司本身的新股发行量 而一手中签率 即是认救一手股份的中签率 亦都会相对较低 这两个数字 都可以用来判断一只新股的受欢迎程度 但是招股结果 在挂牌上市前一个交易日才公布 那么小薯在招股期间 怎样知道市场的反应呢 问得好了 那就要看耳妈展形式认救的情况 因为银行或者券商的孖展认救期 一般没组过公司公布的招股期完结 而且券商成造孖展额的数字相对透明 基本上至少每日更新 小薯可以行量跟不跟 之所以不少投资者 会以孖展形式认救页本的新股 是因为新股的认救总数 会平均分为两组 分别是A组或者甲组 和B组或者月组 A组即是认救金额少过或者等于500万 B组就是多过500万 两组各自按公平原则分配新股 由于B组的门槛较高 参与人数一般没有A组那么多 大部分情况下 入了B组之后 申请人多数都会至少稳重一手 而且不少券商或者银行 多数会提供九成融资 假设小薯要用100万认救新股 户口只要有10万现金就可以了 是不是好着数呢? 不过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大家不要忘记 借孖展要每日给利息 如果小薯最终获分派的股数不多 又或者新股上市后股价表现不似预期 分分钟自己要银河包给利息 除了市场反应之外 小薯还可以看看公司的业务独特性 港股市场上有没有同类的股份 主要股东和基石投资者的背景 当然不少就是公司的基本因素 例如有没有盈利、股值水平等等 讲到股值就要看招股价 新股公开发售时的招股价 就好像已经上市的公司股价 都可以用来衡量公司股值的高低 但要留意 在招股期间 招股价是一个价格范围 最终发售价或者上市价是多少 就要看认购反应来定 当然小薯认购时 是以招股价范围的上限付钱 计算手续费之后 这个金额就是入场费 即是认购一手股份需要的资金 这么多因素 小薯就要做功课做到锁 不用担心 ETNET强化版MQ帮到你 里面的新股IPO页面 基本上有齐刚刚提到的资讯 至于这个页面如何应用和操作 小薯不在详细讲了 因为ETNET强化版MQ操作教学的IPO行程篇已经提过 最后再说一句 新股认购反应 以至上市前一个交易日的暗盘表现 都不一定跟公司上市之后的短期股价走势一致 畢竟股价表现有不同的因素影响 究竟要不要在暗盘入市 又或者上市之后买不买 这个就是后话了 今集都已经讲了很多内容了 大家慢慢消化 看IPO行程篇之后 我们下集再见 每月只需88元 即刻申请啦